相传刘备是克其命 在老家时娶了好几人妻子 结果都去世了 直到35岁那年啊 才娶了甘夫人 也就是刘善的生母 刘备第一次见到她时 甘夫人独自站在庭院中 在皎洁的月光之下 宛如鳞霜盛雪 看得如痴如醉 刘备娶了甘夫人后 怕她也被自己克死 所以呢就暂时纳为妾 但是啊却待她如正妻 某天有人送给刘备 一个三尺高的白玉美女 刘备觉得呀 玉美女和甘夫人 简直一模一样 所以每天晚上 带着甘夫人一起把玩 但是甘夫人不忍心 自己的丈夫就这么沉沦下去 便暗示刘备天下还未一头 若沉迷于美色出玉 是会玩物丧志 刘备听完啊 犹如当头抱贺 当即醒悟 开始奋哈图强 最终才能三分天下